请订阅完资 第一个是考虑肿瘤本身的性质、位置 需要多少剂量 旁边正常组织能否承受一些伤害 现在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机器 有些是比较简单 但亦都达到目的 有些时候肿瘤可能很接近一些重要器官 然后需要用很高的剂量 我们可以用一些比较新的仪器 譬如数码道行刀 它能够很精准地避开旁边一些正常的组织 亦都可以将剂量每次调得高些 而能够很短时间完成整个过程 而不影响其他的 其实现在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方法 令到治疗更加精准 我们其实每一次治疗之前 都会做一个简单的电脑掃描 将影像和之前的影像对比 如果位置不正确的话 再微调到准确才开始治疗 但你会问 在做那时的几分钟是否不会移动 其实我们知道是不可能的 病人身体里面可能会有其他变化 可能身体会有轻微的移动 现在新一代的仪器 是容许我们在治疗中间 都能够监察到身体的变化 例如我们有一些可以在治疗期间 看到器官的移动 我们在做治疗期间 同步在做一个核次控阵 医生或治疗师 就可以看到我们身体里面的器官的位置 是否真的在我们治疗的位置 病人来到治疗室的时间 我们的方舍治疗技师和护士 就会先做一些简单的评估 如果一起顺利的话 就会解释流程 然后就给他换上一些轻便的衣服 或者其他身上的界线 就确定它的位置和原本设计的时候 是一模一样正确 如果一切正确之后 就会开始治疗 在房间里面 病人只需要安静 不要动 治疗便会开始 其实在治疗过程里面 病人是没有什么感觉的 其实实际上就是一些辐射 照射到身体 和照一张X光 一个电脑掃描是没有分别的 完成治疗之后 如果他休息回来 没有什么事的话 就会回家 整个过程里面 可能是几次或者几个星期 医生或者治疗师 都会不停地监察他的身体的变化 或者有没有其他新的反应 完成之后 就没有问题了 例如在头颈部位的癌症 可能引起吞烟问题 喉咙不舒服 皮肤或者有痛 甚至不溃洋 烂都有机会 如果是 例如影响腹部 可能引起腸围不舒服 撞门 甚至是辐射 都有的 空部来说 有些病人可能治疗的时间 引起食度不舒服 吞烟有问题 或者之后有少少放射性肺炎 呼吸出现不舒服 咳嗽也常见 这些都是病人需要预先知道 让他们在过程里面 有所准备 例如食饭如何安排 或者是需要如何 有问题的时间 和治疗师或者医生反映 可以给予适当的舒缓 或者支援的治疗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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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